科技男被炒,酒后偷机车泄愤 这名曾在台中厚礼科学园区工作的男子 因为被炒鱿鱼借酒交愁 每次喝醉就偷车 使用后还随意丢弃 警方调阅上百支监视器终于打掉人 昨天江志明离普透车贼韩颂法办 动新闻台中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